从一代开始咱们就很熟悉 大夫那个标志性的平地锅 那么这一次咱们来看看 在游戏中大夫的平地锅 一共出现过多少次吧 正常的新关卡中 大夫和潘尼都会出来对话 平地锅在头上 PVP花园战争中 邪恶大夫这个平地锅还稍有不同 法老僵尸的棺材是戴夫头像印在了上面 埃及巨人拿的棺材武器 平地锅还很突出 三重射手的装扮 也是顶着一个平地锅 和戴夫明显同款 还能提升20%攻击速度 超Z地图的旗帜上 平地锅居然是logo了 复兴时代相框中的大夫 衣服虽然换了 但是平地锅不变 海盗港湾这里有两处 一个是门上面的平地锅裤裤 另一个是旗帜上的平地锅裤裤logo 西部地图最隐蔽 平地锅居然是挂着的 神秘埃及的金字塔入口 上方就是大夫的头像 依然带着平地锅 斯洛之城不注意还发现不了 左下角这里就有一个大夫的实数 依然能清晰看到大夫的平地锅 万圣节的南瓜上 居然也带着平地锅呢 以上是小萨统计的情况 一共是12处 如果有遗漏 还请各位同学留言告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